200亿美元 然后人家三星 今年一年 225亿美元 中国原来都是一种文 文艺青年 中国的精神大部分都是文艺青年 知道吧 就比那个最后那个二杆青年稍好一点 那个就没有科学思维 他老想让科学 就是科学家 技术人员你们做奉献啊 说给你50%的钱 要你做出美国80%的效率来 这个思维是不对的 知道吧 这就是文艺青年 以后就是你科学新年 就是老是给你美国一倍的钱 200的钱 你只要比你的产品比美国好10%就行了 所有的项目都在这么干 这个是真正的大国气派 这个那么现在真的砸钱 钱砸下去 我估计我们芯片五到十年肯定解决 这个 那么当然芯片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现在好像投资最大的是武汉 长江存储 这是以后可能是龙头 还有风火科技 何飞长新也不错 南京也不错 福建现在也投 所以芯片这一块 以后这几个地方很厉害 好像咱们杭州这一块没有 是吧 杭州呢 因为吃那个新经济的便宜啊 新经济其实它是把人家的技术拿来就用了 其实这个技术技术是别人的 你呢就把别人的技术拿来变现了知道吧 赚了个快钱 这个呢 从经营角度来讲很成功 但是从国家综合国力角度来讲 它是不够的 那个 那么我我观察就是那几块 他们投资是是不实实在在 而且是有成果的 是不是上个月那个核飞长新已经投产了 对不对 只不过就是它量产很少 一个月一万片吧还是两万片 然后我看了